209年第39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峰会 将10月25日确定为反制裁日 呼吁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和组织 解除对金发部委的非法制裁 今天是第三个反制裁日 我们注意到非洲国家再次发出正义的呼声 中方对此表示支持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金发部委的无理制裁 已经持续了20年 严重损害了金发部委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能力 阻碍了南部非洲地区深化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的努力 据金发部委当地媒体估计 西方制裁给金发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400亿美元 中方坚定支持金发部委反对外部干涉 走自主发展道路 我们再次郑重呼吁美国等个别国家和组织 尽早解除对金发部委的非法制裁 把心思放在帮助金发 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发展上去 为非洲的和平发展 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